根据GFK调查统计 光是去年台湾手机销售量就达到851万只 其中智慧型手机就卖了774万只 相对的 手机周边商品也成为各家配件厂商积极抢供的商机 其中保护贴占的比例最高 但也因为材质和功能的不同 从价格100到200元到上千元都有 毕竟一只智慧型手机洞杂两三万元 贴上保护贴心里也比较安心 对因为基本上现在手机都还蛮高贵的 那其实多一层保护其实也是一个心安 包含手机壳保护贴都是一个主要一般民众选择 所谓的保护手机的一个项目 当然保护套的部分样式比较多 那就可以凸显每只手机它不同的一个个性这样子 那保护贴的部分一般有分 一般的透明的亮面的或是雾面的保护贴 新的产品是属于那种玻璃贴 那玻璃贴主要的话它是 主打在耐刮 比较耐刮耐磨的部分 但是相对的玻璃贴本身它也比较容易 就是因为摔到的关系而破裂 它是属于一个消耗品这样子 一届研究指出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萤幕蓝光伤眼 就有国内厂商生产手机的蓝光保护贴 相较为贴膜的手机萤幕 贴膜后萤幕亮度会降低 医师估计会遮蔽效果可以达到约15%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表面硬度 其实都已经达到8H以上 民众选购周边配件 大多在凸显个人的风格 而用不用保护贴 其实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使用习惯 以及接受程度 东南新闻 陈进雄 台东市 参马报导